这是荒野独居节目以来唯一一次双人挑战赛 七组选手共14人 每组都可以携带10种非现代化工具 他们会被投放在温哥华北部的不同地点 一个负责安营渣寨 另一个会被放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 需要他仅凭指南针徒步找到对方 这是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竞赛 随时都可以退出 但只要一人退出 另一个伙伴也会被迫终止挑战 谁能坚持到最后就会获得50万美金 第一组是一对夫妻 他们是来自阿拉斯加的白云和黑土 第一天上午8点 40岁的黑土被投放在距离妻子大约10公里的地方 他不确定方向 也不知道时间 只能依靠手中的罗盘慢慢探索 不仅如此 他还带拖着60多斤的设备 在荆棘丛生的树丛中前行 白云和黑土结婚18年了 他们和两个孩子居住在远离人烟的阿拉斯加 平常的生活就是自给自足 黑土擅长打猎和布置陷阱 白云擅长分辨各种植物 他们还曾在一个荒岛上待了八个月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在荒野求生 所以别人是来挑战的 他们就是来度假的 只是岛上的情况还是让黑土有点懵逼 这里树林茂密 杂草丛生 他完全不确定白云到底在哪个方向 第二组是一对兄弟 韦婷和他的院种弟弟 为什么说是院种 你往后看就知道了 韦婷刚驾飞机就把防熊喷雾准备好 因为在温哥华遇到熊的概率 就相当于你在小区楼下遇到一只小泰迪 韦婷选了一百度方向前进 可还没走几步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韦婷和弟弟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大草原 并不擅长在密林中穿行 两人在当地开了家打铁铺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去到荒岛建立营地 打猎捕鱼 在这期间他们学到了很多 也有着坚强体魄和精神 他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奖金 这能扩大他们的打铁事业 韦婷觉得他们这组的优势 就是两人坚不可摧的兄弟情 韦婷爬到一处平地 这里到处都是沙巴叶 他们一边长一边分叉 所以会缠绕在一起 想要在这种植物中穿行 真的很难 再看院种弟弟 我第一次打王者荣耀的时候 也是这样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院种弟弟打算先去丛林中侦查一番 再回来搭建营地 和弟弟一样 白云也很兴奋 白云的降落地不错 视野开阔 往里走就是淡水 再往前走就发现了一些鸡油菇 这里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D 各种微量元素 以及烟酸 有了食物和水 接下来就带生火了 这种黏糊糊的松脂 是生火的绝佳材料 就在白云要回岸边 拿背包时 眼前的一幕 让他当场愣在原地 温哥华的狼是群居肉食动物 一般是20只以上一起行动 白云没有跑 反而与他四目相对 狼肯定不会惯着他 毕竟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才是顶级狩猎者 狼的嗅觉是人类的十万倍 也就是说 在两英里外 狼就会闻到人类的味道 看着狼越来越近 白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这落地哪是天命圈啊 这不纯纯绝命圈吗 还好这头狼只是在巡逻 而且白云没有伤口 不然就会摇狼前来捕猎了 在温哥华 你不确定什么时候 会被黑熊狼群 每周施袭击 这些参赛者 除了防熊喷雾外 再没有任何防护 所以很有可能发生 参赛者中途不见的情况 第三组是对父子 父亲是48岁的亚历克斯 儿子是19岁的罗根 亚历克斯的降落地很不理想 右边全是水和沼泽 左边全是高山树林 所以他只能从中间走 没想到却遇到一坨 黑熊的奥利贵 他准备换条路 然而却是更加艰难 这样他十分担心罗根 亚历克斯扶过兵役 又会打猎和布置陷阱 罗根则擅长分析局势 一老一小 一文一武 是对不错的搭档 亚历克斯想借助这次机会 加深父子情 罗根则想挑战自己 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 与此同时 罗根的落脚处正在刮大风 大家面对的情况都差不多 就看谁能坚持住 罗根在一棵倒下的树后面 找到一处平地 他将防水布打开 钻了进去 这是一队来自缅因州的兄弟 弟弟二娃当了快十年的兵 他负责寻找 大娃则负责安营扎寨 这是火机违孤 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二娃准备带走一些 再往前走 他也被沙巴叶子挡住了去路 然而 等他传过去后 却发现一条兽径 温哥华岛上的黑熊 是世界上最大的种群密度 二娃不确定 这条路上会不会遇到黑熊 但这是唯一一条 没有沙巴叶的路 中午12点 韦亭的裤子全都湿了 温哥华岛每年的降雨量 可达12.5英寸 所以山里非常潮湿 植物上都是小水滴 既然找不到院种弟弟 那么不如找个相对干燥的地方 搭建个临时庇护所 他在两棵树之间系上防水布 但抬头一看 却看到一个致命的黑寡妇 说不上什么时候 树枝就会掉下来 砸在他头顶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树砍倒了 在看弟弟 他也在丛林中穿行 只为寻找合适地点扎营 然而 现实却是寸步难行 还好 只是扭伤了脚踝 没有伤到骨头 弟弟的装备还在岸边 他想回去 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不确定岸边在哪个方向 拖着疼痛的脚踝 在世界上最难走的路上行走 弟弟感觉糟糕透了 这不就是荒野求生吗 你见过哪儿的荒野 是平坦的水泥路啊 几小时后 弟弟终于来到岸边 但却不是他放置装备的岸边 再返回去 显然没有那个体力 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 于是节目组的直升机就找到了他 与此同时 哥哥韦婷刚把树木砍倒 刚刚钻进庇护所 就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 不知你们看没看到 反正我看到韦婷的脸上 写着骂麦批三个字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兄弟俩的感情 反正回去的路上 韦婷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下午四点 还剩下六支队伍 白云在两颗雪松之间 放几颗横木 再搭上防水布 既结实又保暖 夜晚 罗根在营地听到点声音 好像有东西在慢慢接近他 罗根年仅19岁 并且此时的庇护所 毫无防御能力 这让他很慌 这一头成年黑熊 罗根究竟能否成功脱困 关注我 下集更精彩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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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